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是真聪明 没有错 他就是肚子又大又圆的海拔 基隆市政府邀请全市就读大班的小朋友 来到演艺厅欣赏苹果剧团带来的黄金海底层演出 这是由海洋生物来传达一个海洋环保的故事 深深吸引着小朋友的目光 教育处指出艺术剧场体验活动已经迈入第七年 也是全国唯一 小爱爸爸市长谢果良亲自出席活动 陪伴小朋友们来欣赏这出海洋环保儿童剧 叔叔阿姨好 还有我们副局长 还有我们各位园长 我看今天的这个节目很精彩 有一个叫做海底黄金城对不对 海底黄金城里面有很多好玩的 我问大家喜欢的就举手 喜欢海豚的举手看一下好不好 好 很多人都举手 那文化平权也是一个虽然是新的概念 但我觉得不是算新的概念 但我觉得很有意义正在实施的一个想法 就是让各类型的小朋友大家都能够有机会 不管是观赏还是参与演出 那我觉得只要看到很多小朋友 家长们应该跟我一样吧 应该都是非常的开心这样 所以我们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昨天晚上呢我就跟我的女儿就说 今天有一个儿童剧场有在文化中心演出 然后她就很期待的 然后昨天也很早睡 那以家长的身份呢 我觉得应该要多多办这种类似的演出 然后就是只要家长有空的话 像很多家庭主妇也会带着她的宝贝的孩子 然后来这边欣赏 我们也发现到因为办了这样的儿童剧的体验 我们基隆市的孩子对艺术教育都有共同的回忆 因为当我们问到基隆的孩子 你在大班的时候有没有进过文化中心来看儿童剧 其实每个孩子对他而言都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就希望小朋友能够在毕业前 有一次到正式的市级的国家级的剧场去体验剧场礼仪 知道在剧场里头需要遵守哪一些规定 我们也制作了票券 让他们有那种正式进到场看戏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让这个文化素养从小就可以开始培养 那么苹果剧团这次呢推出的黄金海底层是以海洋环保为主题 那透过生动戏剧而且互动性非常高的一个戏剧的安排 能够让小朋友借由这出戏剧能够了解环境的重要性 以及海洋环保的重要性 比如说我们有邀请现场的小朋友 一起借由一个互动的方式去帮海洋做海洋环保的清理 那另外呢当我们看到一些污染源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现场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互动模式 能够让我们现场的小朋友能够体会一下 在海洋被污染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当然另外还有现场我们有大型的章鱼 然后非常多的一个章鱼互动 那也会在现场让小朋友大开眼界 这项大班幼儿艺术剧场体验活动 连续三天共举行五场次 让每个孩子都能来到演艺厅欣赏剧团表演 丰富孩子的艺术视野 也学习到剧场礼仪 让大班孩子们留下了共同的美好回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